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条那个斯大的新闻啊,首先是浦华永道 浦华永道上海啊,就员工说 公司开始放职业间休假,职业间休假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 叫什么Create Break 说这段时间只发就是工资的20% 首先这条新闻是 红星资本7月10号的一个消息啊 就是有两名浦华永道的上海员工向他们透露 说这两名员工,上海员工被通知就是职业间休假 一位审计员工表示啊,自己一被通知 将放120个小时职业间休假 休假期间只放20%的工资 据其说述,除了普通员工经理也一样 另一位浦华永道上海所员工表示啊 金融组的同事也被通知职业间休假 其他组也有计划,但还没有开始 然后说他这早有传言称啊,普华永到上海 通知所有全体员工职业间休假期间就是发20%的工资 然后具体时间为7月到8月 不少于15天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样啊,好像据说这个普华永到 他最早就是有这个类似于规定的,就是什么职业间休假 也就是说,专门给一些员工啊,如果你准备一些考试啊 或者是自己想休假啊,那你就自己去申请 然后现在呢,他不是一个自己主动申请了啊 他是一个公私强制的事件 当然还,嗯,之前还没有过 但混线资本,他已经向这个普华永到 嗯,咨询过啊,是不是有这件事情 但是截止到发稿,他们还没有回应 嗯,总体来看呢,这件事情 嗯,我们先不论他是不是真的啊 就是我们先说普华永到的一个事儿 普华永到自从上次跟恒大,恒大爆雷出了之后 对不对,你的会计事务所就是普华永到 对不对,你怎么看着这个恒大一步一步走向这个地步 你并没有公布给你的什么股民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的话,你作为一个会计事务所的话 你就完全的就,嗯,就是你的本职工作根本就没有做好 对不对,你应该早把他的内部消息都多给披露出来 这样的话,对于投资者啊,对于那个购房者啊 也不会,对吧,踩这么一大坑,爆这么一大雷 嗯,所以说普华永到之后呢,嗯,可能会面临具有的一个罚款 然后并且呢,其实很多的这种中国的央企啊,都跟他结出合同 因为最近的像什么杭州银行啊,还有这种啊,这里面说的是信达地产 也都跟他结出了合同 但之前还会有啊,什么中石油啊,什么的都跟他结出了合同 嗯,然后还有一条消息也是说,就是说中国的监管部门啊 对四大银行就开始了,呃,呃,四大,嗯,我们看看啊 嗯,就开始了更严格的一个审查吧 什么四大主要是包括就是德勤,安勇,普华永道和币马威 啊,这四大一般的是,嗯,我们,我们在刚毕业的时候 或者是学金融会计的,那进四大其实是一个什么非常体面的一个工作吧 嗯,一般的大家都会想着,哎,我是去投行 还是去四大,还是走,呃,去银行这样的一个找工作 然后四大是非常体面的一个工作 并且呢,嗯,在我们那个时候 他就表现出来了非常的,怎么说,加班 然后就是非常的累,反正在这种会计行业里面,呃,也是有了名的吧 但是不论怎么说,他的工资也是非常高的啊 然后你到,你需要到各大的这种,呃,公司里去做会计,做审计 嗯,做起来说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工作啊 反正四大四大说了这么多年 但是不管,无论你怎么说,普华永道的话 在中国你做的是,真的是,完全让我们就是大势所望 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他如果能夺到他的,就是会计事务所 他一点点的一个本分,也不至于这么多人 这么多购房者,面临一个烂尾楼的情况 对不对,也不至于让恒大走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怎么,怎么会掏了这么多的钱,到了这么一大雷 嗯,我如果,我如果是什么,嗯,给政府部门做建议的话 那其实就是应该,嗯,还是对他进行一个巨额的一个罚款吧 还有要考虑他的一个,嗯,准入 嗯,现在只是加强了这种,对四大会计事务所的一个审查 我觉得力度还是不够,还是差很多 对,但是你,你想你,你,你已经挣了这么多钱 但是现在你,你给了你这么多钱 但是你完全不负责任,不负一个就是会计事务所的一个责任 那怎么都行呢 嗯,当然不知道啊 你看那个另外一条新闻的话 就是说如果监管部门直接找他,嗯,要更多的审核资料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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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进行更严格的监管的话 那他肯定要去,需要员工去准备更多的资料 去做更多的工作 但是现在有说,员工就没有太多的工作 去做这件事情 那肯定是他的客户也就非常少了 嗯,我觉得受恒大的影响是肯定的 嗯,并且你的信誉都没了 你怎么去,嗯 去保证你,你,你,你对你的客户的吧 比如我是一个投资者 那我发现这个上市公司它长的是普华永道 那我心里就打鼓了,对不对 你是不是背后又跟这个公司有什么猫腻 然后怎么样的话 那这个上市公司它其实就不应该请普华永道 那你对你的自己的信用背书是一个非常 是一个大打折扣的事情 嗯,所以说他现在的业务也应该是面临一个 呃,非常大的一个缩水 所以说如果是在普华永道上班的员工呢 我建议还是尽早的找办法 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会计事务所 或者是成立出来之后成立自己的小的会计事务所 毕竟这四大银行,呃,不是四大银行 这四大会计事务所其实都面临这种监管部门的一些压力的话 啊,这样的话对于中国的一些小的会计事务所的话 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嗯,你可能,呃,特别大的单子吃不了,对不对 但是很多小的机会就有多了,对吧 很多的,很多的这种快,呃,这种大的公司 就没有办法去找这种四大银行了 他都需要找小的一些会计事务所 然后如果发现,呃,你你自己出来 那个成立的会计事务所也是从普华永道啊,或者怎么样出来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 当然你不能带着这种做假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一些东西在里面 那可能是不行了 反正这个行业里面 真真假假的就是说,对不对 如果你就是一门心思的,我有什么说什么 我估计那些公司也不会找你 反正是做一个平衡吧 嗯,总之呢,还是说 在希腊那些朋友多想象自己的出路 好吧,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